客户的样片 还有客户提供的这种飞灵稿 先把飞灵稿要扫描一下 电脑的扫描工具 扫描出来的文件要再经过处理一次 这是原始文件 通过电脑里面自带的画图软件把它打开 然后调整比例 然后再把它另存为BMP的格式 因为我们逻辑卡质版就只能导入BMP的文件 好 然后打开我们的质版软件 Logica质版系统 把我们另存的那个BMP的格式把它导入 导出导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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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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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入的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张形状的图 然后就需要修改 修改它的线条 修改花形 对 经过修改以后 就变成这样 变成我们的 制版格式的文件 技术件 对 然后我 然后通过编译和处理 编译 导出上机文件 上机文件 上机文件就是我们要拿到机台上去打样用的文件 他说前天发的 他说发哪一部电脑 他说你知道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然后U盘 把发行文件装入U盘 就可以上机去做了 刚才这个文件发出来 好的 好 这样就结束了 制版的工作就是这样 大概的顺序